好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 我们是live直播节目 每个礼拜二下午的三点钟到四点钟 真心话大冒险与您先上见 先帮我们按赞应援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今天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 从山中归来的蔡振元蔡博士 请大家对本节目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积极的斗内 让我们一起奋斗 讨论时事问题 没错今天跟大家说很多 有关于真心话的部分 先谢谢我们的Kevin Singh 欢迎加入我是龙的传人 谢谢我们的Kevin Singh 方俊生也来了 还有我们的陈春兆 Haydi 感谢大家的应援 谢谢我们陈春兆加入会员 已经30个月了 他说今天是真正最强组合 谢谢我们的陈春兆宝宝 TT钢铁也来了 还有我们的盖瑞 下午茶时段大特卖 一颗汉堡只要一元 一帧的一 蔡振元博士的元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 哇 斗内已经进来了 谢谢方俊生 最强正义组合分析 国际情势超棒的 美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好吗 没错今天呢 我们第一道题就是 这一次叶伦访中 哎呀前几个 这个上个礼拜呢 正好蔡博士 他到了这个富士山去 考察日本经济 一片摔退 刚才哦我们才聊到了 说在日本问他说 因为清明廉价嘛 我心里在想 哎游客应该很多吧 那至少台湾人会很多 结果很意外 你说游客居然没有很多啊 哎对日本看起来整个很萧条 因为大陆客 除了不去以外 现在大陆没有放年假 是东南亚没有放年假 韩国也没放年假 所以周遭国家没有 没有太多人去 然后所以如果有的话 大概只剩下台湾的亲子团啊 对 都集中到什么东京迪士奈乐园 环球影城啊 真的在这个像富士山 这种风景区现在去的时候 我其实也不喜欢 走那么远的路啊 可是问题是家里小孩子说 同学有看过富士山 我没看过这样不行 所以只要带他去啊 是的 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在观光的这个部分啊 其实周边的 我们说东南亚周边的国家 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靠观光吃饭这些国家 没有了中国市场 其实真的是差很多 对对差很多 对那现在呢 来我们说到了中国市场 现在中国的新三样很夯哦 电动车啊电池 还包含了光伏太阳能板 但是现在呢 在夜轮仿中的时候啊 美国就是这样 说一套做一套 明明在仿中 然后又说 哎呀我们不接受中国大陆 大量低成本的中国商品 这个简单来说就是 啊卖太便宜也不行呢 美国人有个习惯啊 就是说他叫做责难策略 就是 你真哦 我在整天说你坏话 除了你借我钱 我就不说你坏话 哈哈哈 他基本上这种态度啊 他现在夜轮的 财政部长的工作做什么 就是发行美国联邦政府公战 解决美国的赤字财政问题 这是财政部长最重要的工作 像你看其他中国的财政部长 有没有讲话 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所以他不需要去海外借钱 所以中国没有讲什么 你说日本的财务大臣有讲话吗 很少听他讲话 你就听过台湾的财政部长 有讲话吗 也没有讲话 因为他没有这财政困难 那美国的财政啊 联邦政府财政真的很困难 所以这个叶伦啊 只好封城普普老太太啊 跑到中国来借钱 可是美国人就坏习惯 跟咱们中国人文化不同 我那一定会讲说 比如说我要跟你借钱 我讲 义珍你这样好漂亮哦 好迷人哦 说很多好话 对 一定说很多好话 那我最近手头比较紧啊 你方不方便借我个五千块 这个中国文化 那美国一定不是 义珍啊 你最近都没有讲我好话 你最近都经常讲我坏话 那你最近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讲那一大堆 义珍啊 你借五千块 我就不讲你坏话 美国文化 我觉得很难接受哎 你都一直讲我坏话 我还要借你钱哦 这是中西文化的不同 一定讲到 一珍啊 你没有每天念圣经 如果你佛教徒 你没有每天念佛经 哎呀这个你对不起释迦摩尼 或者你对不起上帝 或者耶稣啊 你要注意啊 等等等等 讲你刚才坏话以后 哎这个我会帮你祷告 你借五千块好不好 美国的风格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要了解到美国的文化 尤其是美国 它如果你是个强盛的国家 他如果今天啊 用一个很低姿态的方式 跑到中国来借钱 他觉得有失颜面 对 所以来一定要先讲 对国内没办法交代 中国低成本 产品销售到美国去 什么电动车电池光伏 这是美国财政部长管的吗 对啊 哎左边有个贸易代表 右边有个所谓的工商部长 商业部长雷梦多 雷梦多黛奇都没讲话 你讲这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他基本上是意在言外 哦所以他去中国 到底是干嘛的呢 中国还不借我钱不借我钱 你那个电动车 低成本倾销 你电池你的太阳能光伏 电板都低成本倾销 他这句话其实讲错一半 讲对一半 中国大陆这个是真的是低成本 为什么 中国大陆成本真的很低 他大规模生产 我们内国经济学员 稍微从大概大一开始就知道说 规模经济就会 有些行业不是每个行业 有些行业特别制造业 当规模越大成本越低 因为这种制造业的固定成本很高 所以当你生产量扩大到 摊提固定成本越摊越小 那最后结果是什么 就是低成本的产品就产生了 可是他忘了讲一件事情 要讲低成本的产品啊 来给国家最多 中国印度 那你美国为什么不跟印度买呢 跟印度买电动车啊 是啊 买电池啊 买单人电班啊 每一样东西都比中国便宜 可是中国优势在哪里 低成本高品质 所以变成CP值很高 你说 比亚迪电动车 比美国那些 这些什么福特GM电动车来讲 都便宜啊 对 可是问题品质有没有比他好 比他好 对这个的CP值比较高 所以才能够在全世界里面 外卷很成功 内卷的一样啊 中国大陆只要不符合这两个标准 低成本高品质的 大概很容易就收摊 消费者不买单直接就拜拜了啦 中国大陆自己的消费者 就自己把你开个半时了 自己已经把它 对内卷就卷到旁边去了 不用美国来说啊 所以美国在讲说 电动车这个东西啊 请问一下 中国大陆有没有违法 没有违法 什么叫违法 就是说 我在中国大陆销售的价格比较高 我在海外比较便宜 这个叫清销 对 但是我在中国大陆也卖的很便宜啊 更便宜 我卖的便宜啊 我并没有说在海外卖的 比大陆内部还便宜啊 所以这个就不叫欠销 但你说大陆政府有补贴 大陆政府有说 有买一辆车子补贴多少吗 现在没有啊 反正你美国什么 你买电动车一部车子补贴 7000块美金 你到底谁在补贴啊 对 而且聊天室里面 我们的这个Mark 10说啊 要见识一下大陆的无人工厂 这才是真正低成本最大原因 哎 这个是很大原因啊 可是你到无人工厂之前 你是不是要规模扩的过大 才会做无人工厂 所以一开始中国大陆 而且要够标准化 对 成本之所以低哦 是因为电池的发展成功 电动车里面成本很高比例 是所谓的电池 那电池做成功呢 因为电动车就容易成功 再加上电动的操控系统 大部分都软体 现在中国大陆年轻一辈的孩子们 我讲孩子 我年纪可以称他孩子 一个比一个优秀啊 那学习软体来讲哦 都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年代 那种软体的概念了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也好 电池的发展 而且中国大陆研究理科 研究化学研究材料科学的 年轻一辈 哇 学霸满满都是啊 何况是太阳能电板 所以他已经达到一个规模经济了 再加上规模经济品质 就维持的很好 要不然早就被印度打滑 如果他的品质不如印度的话 对 更便宜的大家就出买了 他比印度贵啊 在什么低层门都比印度贵啊 那你为什么不买印度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普普电动车 为什么买中国大陆呢 为什么要针对中国 这个就是一个硬道理 所以叶伦在批评这个东西 是为批评而批评 因为他的主要责论是到中国来借钱 哦 因为今年美国的政府的财政赤字 大概要2兆 2兆美金 这2兆美金的财政赤字 通常要发行债券 而发行债券的话 你第一个他想拜托中国说 你手上那么多债券 可不不要在市场上抛售 对 再多买一点嘛 对 你抛售的话 我价格就卖不好 卖不好我的赤字就弥补不了 对 第二个他要干嘛 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买一点 名的是推销债券 实际上是借钱嘛 推销债券借钱 这个跟这个叫做初级市场 一个债券是从 美国财政部印豪卖出来 那个叫做初级市场 那剩下的在市场上买来买去 那个次级市场 跟美国财政部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美国财政部只关心两点 我每一个要发行多少 这个政府公债 然后政府公债发行价格如何 他关心这两个 他最重要是谁来买 他找越多人来买 他的价格就越高 他找越有钱的人来买 价格就越高 那叫日本买 日本不敢吭声啊 他打个电话 拜登打个电话给岸田 哎小岸田啊 我这两天在白宫借待你啊 你记得啊 用支票开一开啊 帮我买一点美国 这个财政新的公债啊 他就买单啊 可是问题来了 对重点就是 中国买不买单嘛 中国不买单 他就故意 威胁你哦 我可能要对你未来的电动车 电池啊 我要什么呀 我要抵制你哦 对 中国心情想中 你不是来抵制吗 我要调查你的光伏 有没有人权问题 对对对 有没有新疆种植灭绝问题 这种都是要用讲坏话 来达成他借钱的目的 我不得不说 艾伦这老招了嘛 可不不换点新招啊 这招对中国没用 所以你看哦 这个李强接见他的时候 有讲什么吗 好像也没讲什么 还真的没讲什么 李强姐呢 反正你老呆了就来借钱了 我跟你讲什么东西 有什么意义呢 我去辩解说我的电动车 这个真的没有低成本 不是靠补助 达到今天这个效果的 反正你也听不进去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对对对 意思就是说 你就讲白吧 你要借多少钱 你就讲就可以走了 大概就这个意思 还请他去吃了很多好料 那我们很羡慕 不过他讲到了一个重点 这个也是全世界都在看的 就是钢铁 钢铁情形不太一样 中国的钢铁在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当时是以为说 钢铁是国家的基础 所以在下游产业没有完全 吸纳钢铁产量的时候 中国是真的有很多的钢铁厂 陷入这个赔钱的状况 钢铁厂赔钱又都是国营失业多 所以国营失业赔钱 就必须要由国家拿钱 就来补贴 所以中国政府就把赚钱的 国营失业 赚的钱拿来补贴亏损的 国营失业 那补贴方式很简单啊 就台电一样啊 我们台电亏损就增资嘛 政府不断出钱去垫那个窟窿嘛 中国大陆钢铁厂有这个问题 但是自从习近平推动一带一路啊 钢铁的需求要大幅的增加了以后 基本上这个需求某种程度 可不可以满足了 可是如果没有中国的钢铁量啊 品质好又便宜的话 你像中国盖的高铁要花多少钱 才盖得出来 高铁这个说好一点是科技产品 说这个简单一点 它就是一个钢铁捏出来的一个东西 都是钢铁用的桥梁也要钢铁 基础建设都要钢铁 所以中国的钢铁产量在全世界来讲 已经到达规模经济的最低点 没有人能够突破 那印度会讲说我的钢铁比你便宜 问题比品质不一样啊 有人敢买印度的钢铁 去做高铁的轨道吗 没有人敢嘛 听起来就觉得怕怕的 哈哈哈不知道为什么 对那美国这一次啊 他除了说自己 他们美国自己不买这个 不接受中国这种低成本的产品之外呢 他把他身边的朋友全部拉过来 他是说什么 哎你们这样哦 有一些国家很担心哦 欧洲担心哦 日本担心哦 然后菲律宾哦 墨西哥哦都很担心哦 但我们看一看 发现哎 那这些不是都是你的朋友吗 还有在你隔壁的墨西哥 同时他也提到了一些产业 比如说智利的钢铁 印尼的纺织 巴西的化工 英国的拖拉机业者 那不就是竞争不够力吗 哎不完全是啦 英国的拖拉机业者 还有挖掘机 英国拖拉机是卖到很多到 农业国家啦 比如说中南美洲很多农业国家啦 可是他不是个钢铁 你看可能大家可能 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中国做的港口的起重机 大家买 对 振华中工 英的便宜吗 不是啊 应该是因为他的高品质 对 高性能高品质不便宜啊 是的 你以为中国做的拖拉机 就是一定比英国便宜吧 也没有啊 问题是中国的拖拉机做的 哎 比较像一个电动车可以控制的 那英国还停留在石器时代 所以也赶不上 所以英国的拖拉机业者 你就不要怪大家了 那你说中南美洲啊 也不能讲巴西啊 这个智力哪里好或不好 工业的发展是全面性的 对 当你一个行业好 其他行业不好 其他行业的成本啊 摊挑 摊提不了 变成其他行业 你买又买他的零组件 就变成你这个行业的成本 哦对 就比你自己要承担 那中国不是啊 几乎大部分的行业 都已经到达规模经济 所以在中国做任何东西 他可以买到最便宜的零件 最便宜的组件 而且不用自己做 要不然小米什么 敲锣打鼓三年就把车做出来 是啊 一猜了发现说 这个底盘不是他做的 外壳不是他做的 然后保险桿不是他做的 然后电池不是他做的 他只做软体 做行销 这个是中国的优势啊 你看其他国家 如果你今天其他国家说 我做个底盘 对不起啊 底盘贵的不得了 因为规模经济到不了 然后我做个这个保险桿 对不起啊 保险桿贵的不得了 没到经济规模的东西 但你做的车子就很贵了嘛 每一个零组件加你两成 你看整部车加几成 我记得我之前在新西兰的时候 因为当时遇到那个 撬车门的那种偷车贼 然后呢我的门没坏 但是我被挖了一个洞 让我就要送修 结果呢 那个保险厂就跟我讲说 我们这没有零组件 所以我得要从法国千里迢迢 帮你运一个门 运到纽西兰来 我当时心里想天哪 还好我有保险 要不然不知道有多贵 你知道吗 运费就不得了了 没法修他只能换一个 二手的车门给你 连中国在运费上 都占了很大便宜 是 为什么 因为他的顺风也好 什么运输量 规模大 物流量规模大 成本就低嘛 对 就像前一段时间 我寄个东西到纽西兰 去给三妹 然后这个我发现了 这个原来顺风是最便宜 我们台湾油这么比他还贵啊 是啊 对啊 所以呢 哎我们说到竞争力哦 所以您怎么看呢 叶伦这一次来啊 我们来总结一下啊 因为很多人都关注到叶伦 他多次谈到就是说 你中国产能过剩 那当然有关电动车的部分啊 这个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涛 他在巴黎开这个 中 呃欧中 欧中资的电动车企业的原作回忆 他其实就很明白 提到他说 中国之所以电动车可以这么便宜 完全不是因为透过补助 就是刚才您讲到的 技术 我们也自己有自己的技术 当然成本就低 然后呢原料 以及呢市场快速竞争的发展 根本不是你们 美国欧洲西方国家说的 产能过剩 你这根本就是故意给我贴标签 我觉得美国的官员 包括叶伦也是一个经济学教授 什么当官了以后 讲话都开始背离经济学原理 开始讲官话了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一个产力什么叫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只有个指标 就是我的存货 累积到超乎正常的水准 什么叫做存货正常的水准啊 就是说我大概一年营业额有多少 那我要备平半年左右 就是我的存货 如果我的存货啊 累积超过什么 超过一年以上都还销不掉 那个叫做呆滞性的存货 像三星前一段时间呢 他的记忆体啊 还有SK海律师 他的记忆体的半导体 堆积如山 本来是打八折卖 卖不掉 打七折 最后打到三折 这个叫滞销了 对 滞销 那中国大陆有没有很多存货 比如说比亚迪 满客满谷电动车卖不掉 现在好像都还要排队呢 排队来买车子 怎么会叫做 叫做这个供给过剩 但是供给不足 就以华为来讲 哎 连买的手机成龙都要排队啊 成龙是什么卡这么有名的人哦 那个 这个华为应该赶快 哇这么有名的 包括做宣传 你赶快优先买 也没有他们要排队啊 对 所以当一个产品 是需要排队才买得到 绝对没有产能过剩的问题 没错 那你下游的产品没有产能过剩 你上游怎么会产能过剩 你怎么可以说 因为中国大陆外销比重很高 就是中国大陆产能过剩 有哪个行业是纯粹做内销的 这种产业很好 很少好不好 有一个东西叫纯内销啦 就是美国总统这个位置 纯内销的 其他没有了嘛 的确是哦 尤其美国今年要选举了哦 所以呢 在11月之前呢 发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大家都不要太意外 所以锁定我们真心化大冒险 专门来告诉你什么叫做真心化 所以我们的好朋友们 都有帮我们按赞应援吗 谢谢大家 帮我们跳出聊天室 大拇指上上那个赞 能不能帮我点一下 在抖音是点小红星 在YouTube上帮我点个赞好吗 给我们最大的应援 谢谢我们的Loving Lee 这个位置光线好特别美吗 谢谢 也谢谢我们的Martin Tan 他说去参观过的是 这个按订单生产 讲到重点 有下定我才生产 我不是铲在那边等着你来买的 有啦 美国GM跟福特是这样 他们还没跳脱 你知道还不够卷 好谢谢我们的Yilin Chen 以及我们的Kurohan 星星会闪也来了 好 吉莫PE起错数航星 谢谢大家 不错的节目点点赞 这个直播间人数多一点吗 现在已经突破1300人咯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Martin 多数人要上班 他说这个时间很多人偷偷来看宝足 没关系 我知道很多好朋友啊 不看新上直播 但是会回来补课 感谢大家 接下来 夜伦其实还没走 有一个重量级的人就来了 他是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 当然其实也很明显 大家知道嘛 普丁之前就一直有一些传闻了 5月要访华 那这次来又谈什么呢 其实啊 习近平主席在去年3月 访问过莫斯哥 然后10月的时候办了一带一路的高峰会 中俄的这个天花板 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哈哈哈 应该说越来越接近啦 那接下来 恶物战争还没结束 但是大家觉得到了尾声 今年要谈的是不是会不一样 我们先说这个拉夫罗夫 我觉得全世界啊有两个我深感同情啊 年纪就这么大了 还要为国家国事操劳道事奔波 一个是中国的王毅 一个是俄罗斯拉夫罗乌 两边年纪都不小了 可是拉夫罗乌没有办法全世界跑啊 王毅要全世界跑 所以王毅的工作更加辛苦啊 大家应该给王毅多多鼓励跟加油啊 必须点赞 可见外交部长不好找 你看这个习近平找不到 要有能力体力又要好 然后又要发面玲珑 对啊 罢妹宁楼 拉夫罗乌也一样啊 普丁大概找不到人替代 要踩得住底线 没错没错啊 所以他跑到北京来 当然第一个就是见王毅嘛 见王毅只有几个重点 现在中俄关系最重要是什么 就普丁连任成功 希望风风光光出国 到一个大国来访问 就是中国啊 第二个要如何谈中俄的合作 更上一层楼 给太平洋对岸那个人看一看 给拜登看一看 也给川普看看 第三个就是说 俄罗斯一直急需要跟北京借一笔人民币 俄罗斯也要来借钱 不是 因为俄罗斯他满手黄金 满手卢布 就是没有外币啊 那没有外币的时候 变成他们内部银行系统在周转上面 就很难调度 所以要让中国 这个拨一笔很大的金额 给他们换汇然后贷款 给他们隆通更方便一点 所以不是我们台面上看到的这样子 不是不是不是 有人会觉得说金融不重要 其实任何一个产业到某个程度的话 这个金融像血管 血脉打不通的话 就会高血压 对对对 所以对普丁来讲啊 新一个年度来讲 他俄罗斯的经济成长不错 可是因为美元外汇被 美国给压缩控制住了 所以变成俄罗斯很产业 不管是对外采购啦 或者等等啊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那个 连那个北韩那个 北朝鲜 朝鲜那个金正恩小老弟 也是一样啊 他跟他买炮弹的时候 竞争者说那要现金 哈哈哈哈 俄罗斯说我给你卢布 但是北韩说你给我卢布 我其他地方买不到啊 他都换不掉啊 对啊 那用人民币可以到处买东西嘛 可是一换来换去的时候 对俄罗斯营兰系统来讲 是要一笔长期的 大笔的这个存这个钱啊 撑着啊就是俄罗斯所需要 因为俄罗斯OA存底币 就没有很多啦 对 就是他要达成 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啊 就说哎这个你跟我去美国通通气啊 俄罗斯战争该收手了啦 这样打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啦 而且普丁啊 面对他国内压力也蛮大的 因为跟他竞选总统那两个 一个叫俄罗斯共产党 一个叫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你别看到共产党 共产党说俄罗这个乌克兰 全国总统也好好打一场 就是内部其实是有那种 那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是极右派的 他说用核主器轰炸几乎 看起来一个比一个鹰派 普丁才是真正的温和派的鸽派 就普丁变鸽派了 没错没错 所以他有这种内部的压力 所以他大概也想早点结束 这个俄乌战争 不过他其实自己心里很清楚 俄乌战争应该短期内停不下来 他就是打大仗也不会 但是小仗也停不下来 对就是消耗战 有点像是这种叙利亚到后期 叙利亚运战到后期这样就是 一直还是有哪边 还是哪边在打这种感觉 对那我再问一个 这是不是美国之前没有想到过的 他完全出他意料之外 所以今天拜登竞选年代才有什么辛苦啊 你看他花了两兆去做基础建设 又花了好几千亿去做什么通膨法案 去补贴电动车 一辆补贴7000块 但是特色他不在里面 马斯克气死了 第二搞什么晶片法案 去把很多的半导地产通通拉到美国去 这个对美国经济是好的 可是相对的来讲 有俄乌战争拖着 对他来讲是很头痛 因为俄乌战争他一开始 他底下那几个参谋 他脑筋有点问题啊 第一个他们判断说 可以把俄罗斯的经济拖垮 对俄罗斯经济如果拖垮的话 普丁就会下台 这个逻辑是成立的 可是偏偏俄罗斯经济你没办法拖垮 是他就很多油 他就很多天然气嘛 连印度都要买 对第二个他们认为啊 乌克兰的军队经过北约上加强训练 跟台湾什么立北帽啊 训练一样加强训练 应该可以抵挡得了俄罗斯的军队 结果不行 结果真的不行 一加一真的没有大于二 第三个他认为啊 大概全部花个两千亿啊 打这样战争大概就可以了 就发现了 现在大概五千亿都不够啊 对 所以没办法 变成一个无底洞 对啊 刚开始他吹牛老半天说 哲伦斯基多厉害 到处请他去演讲 每个人像英雄一样欢迎他 就搞个老半天 发现基普政府乱成一团 因为哲伦斯基就没有能力 领导这个国家 对啊 所以现在 到处要钱啊 要炮弹 问题是拜登老脸到哪里去摆啊 现在他困难就在俄乌战争不结束 再加以哈战争啊 拜登竞选年了就充满了风险了 是的 以色列现在已经完全 美国管不动了 不是 以色列管得动美国 对 反而变成这样了 美国搞得自己作茧自幅啊 好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人要来 德国总理萧姿 上次来旋风市 大家说不好看一天 来个一天什么意思 意识性沾个酱油 他临时带了很多德国企业家来 对 这次来好几天了 13号 14号 15号来北京到重庆去上海 再带了12个企业三位部长随行 连德国媒体都说 这样的阵容叫做极不寻常 带了谁来呢 包含了B&W啦 西门子啦 英飞林啦 六大企业 两家隐形冠军企业高管 都会到中国去 来干嘛呢 德国经济现在很惨 惨爆了 被美国害死啊 被欧乌战争拖累啊 所以他希望中国在这边 帮他很大的忙 帮他什么大忙 哎 我那双B的车子啊 你也多买一点 不要只是买比亚迪 特斯拉会把这个中国的消息 往美国传 我双B的不会 第二个 可不可以让我在中国大陆 扩大生产 哦 再扩大 因为大陆是要开放投资嘛 可不可以给我更多的优惠 然后其实经济问题是 现在消失最重要的问题 还有他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隔壁住了个小混混啊 整天叫小厂去打二乌战争 哎呀 那不是我要做的 还有那个他整天说要课程 这个中国大陆电动车到 欧洲市场的税金啊 要调查清销啊 那也不是我做的 是我隔壁的小混混做的 是 你不要把他脏酸到头上来啊 所以消失最重要的是为了德国经济 去请中国帮忙 但是这样的访问就是很正常啊 很合理啊 为了德国的利益啊 也很有诚意的带了大企业来谈 同时还没人还没来哦 肖子已经先说了 不会跟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脱钩 这就是重点了 同时呢德国也谨慎的跟东南亚 其他国家培养关系 我就是来跟你们交朋友 我就是来这个市场插旗的 除此之外没了 德国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投资机会 没有中国大陆的市场 哎德国经济现在早就崩盘了 哦 第一个你想想看 什么市场上中国帮了德国 他的工具基业 卖到哪边最多中国啊 然后他压制通货膨胀了 从中国采购大量的生活用品 如果没有中国所谓低成本商品的话 哎 请问一下没有义乌啦 浙江义乌提供的冬天的暖被 光腿神器 你有用吗 有 还有光腿神器啊 德国人啊冬天之好 飙寒交迫受冻啊 哇这个我那时候有去意大利嘛 我就大概知道欧洲啊 大概去年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讲说 那时候我们出差嘛 所有的当地人我们访问台商 他说他们现在最怕就是什么 电费账单 能源就天然气账单 他说那个暴涨的程度 不是他们能够负荷的 不只暴涨 他还规定你室内温度 不可以超过多少 对 因为能源还不够用 对 规定超过要罚钱了 不只是这账单还要罚钱 所以每个人就要买电坛的啊 不敢开暖气买电坛 那如果没有义乌这么便宜的电坛的话 你德国人怎么过冬天 对 所以对于这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 我是觉得 我觉得德国人啊 脑筋是比美国人清楚很多 是 这就是重点 那像他的很多的化学工厂 在德国已经生存不下去 很多化学工厂自成啊 必须要外移 因为能源太贵了嘛 成本太高了 所以要外移到中国来 那中国有个坏毛病 哇 千里迢迢 不是啊 工厂收到中国啊 直接设中国 因为什么 反正做出来东西也卖中国 卖中国后卖全世界都可以 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中国电汇便宜啊 对 能源价格便宜啊 那如果你不到中国这个产类 就无法生存 就被美国撤离给击垮了 像巴斯夫很有名的化工厂啊 那搬到中国来的时候 中国以前有个坏毛病 动不动就什么 负面表泪 这个外国人不能投资 那我给我们投资 要投资的话 不能照过50%的股权 那我德国是 我只是当你设个工厂 你要说一半的股权给中国人 我怎么管理啊 他不是个独立公司 表明他看来独立公司 那不是嘛 所以这个东西要跟中国好好谈 中国这份会帮他忙的 中国人不会跟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德国人计较啦 那萧主委会会跟 这个习近平跟李翔讲说 我们外交部长 贝尔伯格律长乱讲话 你就别当真了 以右讲话为准 对啊 所以中国商业部的副部长 也先说了 他说其实中等贸易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嘛 来谈啊 有什么话都可以做下去 做什么生意都可以谈 中国投资协议 短期内没办法通过 因为恶务战争在进行啊 然后西欧自己养了 东欧一批人 那些意见很多 不是生产又没有能力 但是意见很多 整天要从中国捞好处 那从中国捞不到好处 他就要反对中欧投资协议 所以搞得这个德国很为难 嗯 好 接下来聊天室 我们现在已经快要 1900人在线了 谢谢我们的Jay Yeo 他说德国里外不会亏的 中国工厂用德日机械做车 车越卖越多 他机器也会越卖越多 德国的工具机真的不错 而且中国的工具机的品项 没有那么多 因为毕竟工具这个产业 德国做了一两百年了嘛 对啊 一起用双赢嘛 好 谢谢蔡仁维 方俊胜也还在 还有我们的陈辰帅 我们的黄泉明 申医度CCY 米优今天有来吗 好 谢谢我们的杜边 今天也在线上 还有我们的K后 K后 谢谢大家我们继续应援 香港路人A 感谢你 谢谢我们的高强 谢谢我们星星会闪 好 接下来呢 雷军最害怕的事情 就要发生了 刚讲到什么叫产能过剩 现在就告诉美国人 小米的第一款电动车 SU7开卖五天 下定10万人 请问这单 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你知道吗 怕的不是说 我这款新车没人买 而是太多人买了 我怕我做不出来啊 因为你看 如果我下单这辆车 你要我等个一两年 哎 我可能都想换新款了 对吧 这个就是雷军的问题 这就是雷军的问题 你知道吗 如果做10万辆车子 比亚迪也没有问题 可以做得出来 哎行吧 没问题 为什么 因为比亚迪从头到尾 不是 一条生产线都自己做的 我讲过雷军啊 他的电子 宁德实在做的 他还要抢单 宁德实在不是只有 做你一个客户啊 可不可以麻烦你 拍到后天去 这是第一问题 第二个他的底盘是 北京汽车集团做的啊 哦 然后他的车壳是复合材料 没有错 他自己设计的 可是问题他车壳的 复合材料的设计呢 也是别的厂商做的 他的保险桿 是一个台商做的 所以他的后照镜 他的车灯都是别人做的 但都他自己设计的 所以有趣的问题来了 他的好处是 只要说我的这个订单下下去 而且时间能够及时的话 我很快就可以做出来 他的问题是 只要有一款零件 禁止 整个车子禁止 你可以做是说 我右边的后车灯 还没来的车子吗 所以小米是不是 要跟苹果一样 他要生产线的配合厂商 要抓的非常的准 就是大家的货都要到嘛 不然车怎么租起来 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一部一个手机啊 才顶多1000个零组件 一部车2万件 2万件他是配合厂商更多 而且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不是自己开 开那个 那个什么控制工厂 他总不能去叫宁德时代 说我派一组来控制你吧 不像说鸿海有没有 鸿海就是iPhone 审定合格一组来控制鸿海 或者说那个什么利讯 一组来控制利讯 所以这个iPhone做得到 但是今天的这个雷军 还做不到这么大的规模 所以只好怎么样 各地方掉来掉去掉来掉去 所以他担心交货时代 是离手他们 因为他只有最后组装 现在他自己做啊 对所以现在你知道吗 这个锁单量也很可怕 光锁单就是4万单了 如果哦 我说哦 标配版的哦 你知道吗 你就算下定付了钱了 大概五六个月可以拿到 但是如果你是Mix高配版 你可能要年底才拿得到车 那现在哦小米 这跟华为很像 他原计划哦 一个月7000辆的目标 现在没有了 一个月哦 必须要1.2万辆 必须要生产1.2万辆 必须要生产1.2万辆 他是有这个问题 因为华为还好 因为华为基本上生产线啊 那个配合厂商啊 都是听他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总问一下宁德时代听你的吗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所有人拿着放大镜 在看小米啊 除了这个单 大家再看 哎这个交货时程排成 你到底能不能跟得上线 好然后开始网路上 你知道吗 现在网路时代 又有人在那边说什么 会夹小米汽车设计不良啦 品质怎么样的 又掉漆又夹手 雷军这句话他说 大家现在都拿着放大镜 再看小米SU7 我们压力很大 但是很多拿放大镜看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大家有空仔细看一下 其实这些争论 刚开始多多少少少会有啦 但是你要说像华为手机 这一次重新出炉的时候 这么朴受欢迎 大家找不到缺点 还是真的不太容易 对Mate 60 Pro 不太容易 接下来我们谈一个很关键问题 就是这一款车子 最重要跟手机不太一样 手机的二手市场 大家不会太在意 是 反正我的手机买的是 比如说 二手就是给老公用 对 原来你跟我老婆同样的毛病 给爸爸用 所以二手市场的手机不是问题 请问你 你买车子 如果你用了三五年以后 要卖出去 你会期待车子还剩多少价钱 百分之几成 哇 这个有一半就已经要偷笑了 真的 这个大家的期待值 那你会就开始二手市场竞争力 二手市场的竞争力 会影响一手市场 哎是 对 而且电动车二手的有人要买吗 当然又会有啊 嗯 但是打的折扣如果很多的话 像比亚迪是已经经过二手市场的考验了 就是二手市场的比亚迪车子 已经很成熟了 所以一手市场我买了 我就心里就有底 哦 不会跌价太多 对 我开个三年大概剩下多少钱 开个五年剩下多少钱 开个八年剩下多少钱 有个底 那小米汽车万一跌的幅度 比比亚迪还多的话怎么办 二手市场的折扣价比这个还多 就很容易被淘汰 所以说雷军真正的考验还没来 还没来 还没来 那个大陆上有几个牌子的车子 已经被考验已经不见了 像哦对对对 我们不能随便讲他名字 对对对 其实大家 大家随便找一下 哎那个车怎么不见了 或者是慢慢没有人买了 二手市场不见了 一手市场就不会有人买 是的 全世界汽车市场这个特性很重要 大家注意到 你要买车子一定要先问问 当然这个新车子 你找不到二手市场啊 你心里要有底 我买了以后 预期心里市场哦 看看隔壁品牌同样品质 价位的车子大概打几折 所以这是现在人买车得要关注的 一定要关注 不是说现在买便宜就好 除非你是一手一次性 那你说丢掉没关系 很少人会丢掉没关系的 很少吧 你注意到啊 就说 大部分的二手市场成熟了 就表示这个车子是信赖度比较高 对 所有的争论不会成为 会不会成为事实 就是看在这里 没错 好谢谢我们聊天室 现在已经破2000人在线了 谢谢我们的loving you 我们的JEO方俊生黄泉明 的确我也有感觉到 今天的广告好像真的比较多啊 没关系 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流量太好了 各位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希望我们好朋友可不可以 然后帮我们按个赞呢 帮我们把频道追踪起来好不好 全球大事业的频道 免费追踪免费按赞 谢谢我们Dinter Watts 邓文迪也去看SU7了 雷军的老婆亲自接待 谢谢我们的命命 所以呢 其实小米啊 他行销的部分 其实也做得挺好的 小米过去做任何东西行销都很好 对 真的 好 接下来 这个中国速度啊 你知道吗 连我们媒体人我都快赶不上了 4月11号 华为又有新产品了 大家在想 不会是新手机吧 Mate 60 Pro 很多人都还买不到 不会是P70要开始了吧 网路在传了 很多消息啦 还没有官宣没认证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鸿蒙系统 哎这个也是大家很关注的 还有会不会有可能有这个 制借新车呢 这会不会太快了一点啊 问界刚晚马上制借 对 这个要我们怎么选择呢 注意到华为的车子 不是华为自己做的 只是华为InSight 就是说这个车子里面的东西 有华为而已 尤其他的鸿蒙操控系统 鸿蒙操控系统 鸿蒙操控系统 现在在市场上 开始有点 势如破竹啊 对 势如破竹啊 破竹的这种现象 对 4000个应用 已经加入鸿蒙生态了 对 这个短短两个月 增幅是20倍 你要上看4万 对啊 4000太少了太少了 所以对于这一款 这个新的操作系统来讲 手机可以用 然后这个汽车可以用 变成手机跟汽车是 机车一体 车机一体 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哎是不是我现在拿手机 我可能可以操控我的车 那当然啊 我车突然震动了 哎他告诉我说 附近发生什么事 没错没错 没错 对像以前啊 很多车子啊 在路上走的时候 感受不到地震 像台湾感受不到地震 他会比正常的一般 在家里上班或做事的人 比较晚感觉到的地震的政府 但是如果有手机 车机一体的话 当你接收到 手机接收到地震的警报的时候 车子马上知道 就要该去采取如何配合的行动 这个对车子安全性 是会慢慢提高的 现在比亚迪的车子 是已经能够跟Android系统 高度整合了 已经可以跟Android系统 高度整合了 所以有人很吃味啊 那个iPhone很吃味 iPhone赶快去找了百度 那找了百度 很可能有一天 跟比亚迪就会高度整合了 所以我们看了 中国大陆内卷市场啊 就是华为一个大头 然后比亚迪一个大头 这两个内卷会竞争的很凶 是 那手机的部分呢 想要讲到手机 我们也可以再讲到 就是芯片的部分 还有一个传闻啦 因为大家都说 这个华为遥遥领先 最近网路上就在传说 任正非下令 禁止讲华为遥遥领先 讲一次罚5万 哇好贵喔 没有啦 后来余晨东出来否认了 没有啦 你们是网路上真的是很夸张 啊华为就遥遥领先啊 这是华为的行情啦 对对对 行情太贵了 遥遥领先一句话5万块 太贵了 大陆媒体爆料啦 中芯技术再突破 三奈米制程要来了 Mate60是中芯的七奈米制程 三奈米的制程啊 如果传言成真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艾斯蒙股票会赌 因为它的EUV就不需要买了吧 EUV已经跳带了 EUV是比DUV贵好 贵了将近一倍耶 而且专门做高端的 中低端的也做的不划算 那DUV都可以做那个什么 十几奈米二十几 五十几奈米的那个啊 那对中国大陆 这个中芯半导体这个突破 听说是华为在中间所促成的啦 华为拿了一笔钱 给辛凯来这种公司里面去 去发展说 哎呀这个我平常在做DUV的时候 如果要做十奈米没有问题 十五奈米没有问题 九十奈米更没有问题 可是要做七奈米三奈米 就有困难 为什么 我的理由是说我要重复曝光 曝光的次数要增加 可是这种光线在曝光照射的时候 次数越多的时候 它有个很大困难 对不准 对容易就出错了嘛 第一次曝光的线 跟第二次曝光的线 本来预计要差多少 对不起就是不准 对 所以找了辛开来这家公司 帮他想一个办法 你可不可以 不管我曝光几次 我都会造的很准的技术 诶 听说辛开的开发出来了 哇 因为辛开的做什么呢 他做电视机的控制系统 因为我们电视机的萤幕 就是不断的照射 不断的曝光的现象 那你如果说第一次 第几秒的打上去的光速 跟第几秒的光速 有差别的话 那个脸就会画画的 就不清楚 辛开来这画面做得非常好 他不是做电视机 他做的是电视机的控制设备 那改来做设备 想办法帮助DUV 能够把它校正对的很准 那是什么适从成像原理 那如果这一款技术上 真的可行的话 那恭喜中兴半导体 哇 真的是摆脱了美国的围堵了 对未来大有可期 对中兴准备列入美国黑名单 哈哈哈哈 早就列入了 早就列入了是不是 那就没什么好怕的啦 就往前冲吧 聊天室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持续的突破快要2100咯 谢谢我们月香公主 手机是拥华为的 谢谢我们的Kevin Singh也来了 我们的Kurohan 没错光学对焦 我们的JEO 国之重器 谢谢大家应援 再来 最后好快哦 就剩15分钟了 我们来聊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就世界第一嘛 那美国就想尽办法啊 那我们军方不能用 不能用宁德时代 好那也没关系 但是接下来哦 美国通用哦 想要找宁德时代 一起来做电池 在美国或墨西哥社 其实最早想找宁德时代的 是福特啦 对 结果这一关消息太快了啦 自己的参众议员给搞砸了 因为福特是要跟拜登政府 申请一笔 补助来盖这个工厂 那对宁德时代来讲啊 他就是一笔生意啊 生意就很简单 我把工厂盖好了 已经可以运转了 然后把钥匙交给你 那你再找人进来经营 那我顶多派工程师当顾问 协助你运转的行程 这我们术语上叫turnkey 就是钥匙交给你 这种家在 有个术语叫整场输出 整场输出你说 那宁德时代赚什么 你就赚原料还是我提供啊 然后这些技术设备要更新 也是我提供啊 对的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美国你也免烦恼啊 特斯拉也希望这么做 现在通用也这么做 对 那你美国在封锁 导德时代干嘛 我想不懂 对 第一个你就没有这个技术啊 因为导德时代做电子做出来 他很多的製程设备 是自己开发的 他的机器也是自己开发的 不会卡在任何人手上 没有没有 专利是自己发展的 对 所以跟的人都无关系 而且他还不断的在提升 他唯一担心的是 被毕亚迪打垮而已 哦 导德时代哎 对啊对啊 因为导德时代供应 所有其他的汽车厂啊 那偏偏比亚迪有个优势啊 他从汽车赚了钱啊 可以拿去研发补贴 电池的研究 哎是的 那有研究又有更新 更上一层 导德时代也不错 就是这个内卷是好事啦 内卷好事 你看通用也需要 福特也需要 特斯拉也需要 那就是美国需要嘛 对啊 那你在装什么算 你叶伦还讲说 哇你低成本卖我的电池 你生产过剩 那我是低成本卖你整个工厂 好不好 不是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这个直接啊 从总总监节目一开头到现在 通通在打脸美国 通通在打脸这个叶伦 他们在现在啊 等于是选前的一个大内宣 选前这个我觉得 真的啦 选举要到了啦 所以美国一方面说 中国你生产过剩 然后一方面呢 你自己的企业 通用特斯拉福特 都想攜手寧德时代来做电池 这个是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 美国现在自己做不出来嘛 这么好品质的电池嘛 不 美国做得出来的功能 就比中国差嘛 而且一定更贵 而且更贵嘛 是 那你美国消费者 又不是冤大头 哎美国消费者会有声音啊 对不对 拜登政府怎么搞的 要我花更多钱 买更差的东西 那我为什么不能买义务的电台 为什么不能买宁德时代电池 为什么逼着我会买 那韩国比较差的电池 像台湾现在就是民进党当局 就逼台湾所有的特斯拉 都用什么日本跟韩国电池啊 哦 所以现在我们用的电池 在台湾的特斯拉电池 所以你在台湾要买特斯拉吗 哈哈哈哈 其实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要买 但是你知道吗 周边的朋友都叫他不要买 这也是有道理 你知道为什么 不是因为特斯拉不好 是因为我们看到了 特斯拉到时候你开了五六年 对不对 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要不要换电池 你要换 那很贵 但是如果装宁德时代的电池 可以到八年十年 对 那这个就很现实了嘛 对啊 就是要多花一笔钱嘛 所以这就是现在 那就是二手车的价格啊 二手车如果同样特斯拉 装了宁德时代的电池 跟装了韩国日本的电池 他在二手市场的差价至少两成 哇 差这么多啊 是啊 所以你知道吗 接下来我们要谈 有一个报导就说 宁德时代也不是就所向披靡哦 宁德时代可是内卷卷出来的哦 他说中国电池供应商就是在自己的红海竞争 其实啊宁德时代面临最大的威胁 根本不是来自欧洲跟美国 是中国大陆自己 对啊 因为中国大陆有武当派啊 有少年派啊 俄眉派 自己就内卷然后砍成一团了 活得下来一定武功高强啊 对啊 所以哦 他就讲到了这个部分啊 甚至哦 一度哦 这个宁德时代 因为工不应求的情况之下嘛 你知道吗 那时候是这样子的 你想要 比如说供应汽车商 他要买宁德时代电池 你得付保证金 为什么呢 你直接把这条产线买下来 当时候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玉群就说 如果你要买到宁德时代电池啊 最好的方式把产线买下来 他说没有钱的承诺是不认真的 这讲的很实际啊 我怎么知道你美国人 美国人开空投支票 到时候你又跟我说 我们抵制啊 不能进了 这合理啊 大陆车子也是这样子啊 每一个车厂都需要电池 都需要做电动车 对 那这个其实就很像台积电嘛 你先给我钱 我把产能赔给你啊 对 这宁德时代这个做法也是合理的 因为表示他现在有行情嘛 如果今天宁德时代没有行情 我怎么敢先付钱给你买呢 就表示你的品质好 而且价钱又公道 那我宁可抢先先定 如果我不先定 别的汽车厂赶在我前面 他新车先出来啊 那现在我觉得 是不是雷俊 你忘了先付钱给宁德时代 是不是 产线先包下来 搞不好有包 不过刚刚讲到宁德时代啊 跟福特啊 哎就是自己被卡了嘛 所以呢 35亿美元的电池工厂计划 居然就暂停了 那我也很好奇 那这个特斯拉的建厂啊 通用的建厂啊 能够顺利的推行下去吗 一进今年选举年 我猜好福特那个问题 一定是宁德时代去 去这个拉比 拉比这个政客去修理福特 所以朋友自己先拿了 如果被福特先拿了 其实林德时代啊 做这种整场输出啊 他能力也有限啊 今天去搞这个福特工厂 搞不定搞三五年啊 然后同时也没有办法搞通用啊 所以通用就找一些政客 来破坏福特 然后又来抢这个林德时代 我这个 也许我是一个比较坏心理 搞不定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 因为美国在商业竞争 有时候都不太讲道义的 对有时候就太政治化了啊 说不行就不行 福特也是吃了一个闷亏啦 本来是一门真的是 看似非常有前景的 一个光明大道 没办法败在你们自己的手上 好来今天最后一点点 剩下哇剩八分钟的时间了 那我就来聊这一题 我很想聊的 大陆外交部其实一直强调说 中国没有兴趣 跟其他的国家来比军事 比军武 但是如果你们非逼的 要我们这么做 那我们也是有实力的 也不怕比较 但前提是 我们没有想跟你比 啊你要来不客气的 首先呢最近啊 AUKUS 美国英国跟澳洲 最近传了一个消息 哇要把日本也拉进去 那串起来正好 你知道第一岛链 JACUS JACUS 我只想到JACUS 美国的小心机啊 美国在想什么 美国没有在想什么啦 美国他知道说 要跟中国大陆在军事上 在西太平洋对抗 他是没有赢的本钱 哎自己都知道没有赢的本钱 所以要找一两个小弟去电党 万一输的话面子上比较过得去 所以就是第一岛链要打你们先打 你想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美军到乌克兰打仗 而且被俄罗斯军队痛咒一对 哇 美国这个人往那边排 拜登拜拜 直接拜拜 而且不是拜登拜拜 美国拜拜 美国拜拜 欧洲怎么看他们 北约 所以就叫乌克兰你上你上 我给你钱 我给你武器你去上 对不对 啊打输了 不错啊 我美金还是很强大啊 我就告诉你战略不要这样打 可是不要记啊 美军在历史上 只被两个国家打败过 真的啊 一个被中国在韩战上打败过 对韩战 一个是被越南在越战打败过 那韩国讲说 我的小老弟都可以把你打败 你再过来吧 对 现在啊 美国人是想说那日本啊 哎你可不可以先上 比如说菲律宾的岛链 哎这个日本啊 你就救进去付钱吧 日本都摸摸鼻子哎 没办法 因为日本是美国的番薯国嘛 他当然听美国的吧 所以日本只要乖乖去搭上这个事 不然岸田文雄这两天去访问 这个美国干嘛 拜登说我请你吃好吃的 去拜码头嘛 吃好喝的 我交代你做的事 你就乖乖就做 嗯 所以邀请这个美国 邀请日本加入啊 这个奥克斯啊 变成奥克斯啊 我是觉得不太吉利 什么念的怪怪的奥克斯啊 日本能够做什么 对日本能够做什么 对日本能够做什么 那美国的船舰到日本的船务 帮忙修船 日本修船还可以 那第二个呢 但美国人会让他修吗 一定会让他修 因为没地方修啊 也得修啊 那可能关键秘密的部位 美国自己派的人修 那更重要一点就是说 菲律宾没有钱来参加啊 那是不是麻烦你出钱 是啊 是啊 要这个日本买单啊 那另外呢说 哎这个你可以帮忙 在旁边翘落打鼓 日本是不敢啊 说哎 台海要是有事情要参战 毕竟他太靠近了 哎呀不敢啊 对不对 但是不管如何把日本加到 奥克斯的里面的 所谓的所谓第二根支柱 现在是拜登想要拉拢日本 来帮忙分摊经费嘛 对啊我刚有一个大斗内哦 先念一下谢谢我们的许文中 南投立委候选人的斗内应援 美国实业已经没有实力 只剩面子 中国军武更是自主自卫 中国军武只是想要 顾好自己的西太平洋跟南海 他也没有想要到什么大西洋啊 没有想要到什么加勒比海 中国没有这样想法 对是的没错啊 我们同步哦 真心化大冒险呢 我们在两个频道 都有在同步直播 一个是在全球大视野的频道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在我们的中天电视的频道 最近比较少跳来跳去哦 那我现在也来看一下哦 我们另外一个频道里面的好朋友 我要感谢你们的应援 有看到了许文中谢谢你 我们的渡边传来的消息 哦谢谢我们陈尊赵 两边都跑 还有我们的齐忠华 谢先生 K后K后 大江才是 唯非作歹都有票 还有我们的汪小梅 他跟蔡博士问好 谢谢 谢谢 还有我们的GG 以及我们的月香 以及我们的 哎有一个看起来 不知道是哪里的什么文 下午好下午好 谢谢大家 好感谢你们的抖内 谢谢我们的锐龙加入言论自由 民主制衡我嘉宜 谢谢你加入我们会员 再次的感谢 许文中今天的大力抖内 在抖内上面有一个赞哦 当然也可以帮 我们好朋友的抖内按赞哦 也谢谢我们方俊生 最强正义组合的抖内应援 还有月香公主 谢谢你们的抖内应援 真的很荣幸哦 每次找到蔡博士 一起来聊这个国际议题 你知道吗 讲真心话就是我们的节目了 我们用轻松真实面来谈 这些严肃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好朋友 都非常喜欢这个节目 刚还有好朋友说 能不能再多开一点节目 一正有很多的节目 欢迎大家持续的follow 还有礼拜六 晚上9点钟到11点钟的 前进战略高地 也可以看到蔡博士啊 的这个精彩的分析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蔡博士 所以说啊 美国啊 就是有很多的热心机啊 包含在战略 在外交的部分 为什么我说这个结合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因为你这个结合 并没有像北约增加瑞典 那种情形 对那种把全部的 拉进来的感觉 因为你美日安保条约 就已经美国 就控制了日本的军队了嘛 对 那你现在说美国 要把驻日美军事件部升高位阶 那也是你美国的指挥体系的问题嘛 变成这个人可以指挥 日本所有的军队 那日本军队 自卫队本来都听你的嘛 船舰一样多 战斗机一样多 军人一样多 而且日本的军人还特别的老 比美国军人还老 自卫队平均率35岁 全世界没有这种军队 真的啊 对啊 因为他们是 募兵制嘛 对 募兵制 这个这种感觉叫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在你原本的line群组里面 再开一个群组 哈哈哈 没有错 哎呀这形容真好 这是我听过最好的描述 但是我真的是在line群组里面 再开一个群组 还是这一批人在演出 对 你知道看来看去 永远都是英国 美国 日本澳洲 菲律宾 菲律宾因为没什么钱 所以那种大大的 也没有工业基础 对对 也没有也没办法拉进来 你说澳洲 澳洲有什么工业基础啊 对不对 澳洲稍微 中国大陆不吃他 不喝他葡萄酒 他就哇哇叫 他还能干什么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澳洲最近啊 会靠着中国大陆的一些新移民 有一波新的发展 因为很多新移民原本是在新西兰 但新西兰因为说 现在通过膨胀太严重 我就听很多我的中国的朋友 他们去家要移民到澳洲去 因为新西兰最大的问题 他很多的生活物质都进口的嘛 全部都贵 因为运费就这么贵嘛 对离世界太远了 不只是远了 最近呢这个 运什么 那个货柜的运价 一天比一天涨啊 哎是的 涨的数字对 所以新西兰就很辛苦啦 对而且这个机票也很贵 贵到我朋友本来要回来台湾 他说 他本来说4月 然后4月了嘛 我就问他说 啊几号要回来 他说先不回来 我说怎么了 他说机票太贵 对对对 所以现在面临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经济全世界都一样 对所以这些西方国家啊 不要在这边为难中国了好不好 就算你们要为难没关系 不要妨害中国的前进与发展 他会妨害到他们自己 哎对啊 作俭自服啊 所以呢 要吃中国的饭 不要砸中国的锅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蔡博士 啊我们最后点名 谢谢大家 我们的Carol 黄泉民 Kevin Singh 方俊生 陈春照 还有我们的酷喔酷喔 以及我们的Chin Chao 为蔡振元点赞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 还有我们的Aroma 谢谢你 还有蔡仁韦 Boon Lang Ling 啊星星会闪也还在 还有我们的JL 应该都点到了吧 Martin Tan 我们的CCY 谢谢大家 好朋友们继续应援 最后记得一定要帮我们按赞哦 不论你在哪个频道 频道帮我们订阅起来 我们是live直播节目哦 每个礼拜二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 邀请蔡博士为我们来讲真心话 那我们就下礼拜二再见咯 好谢谢益珍 谢谢各位网路上的好朋友 大家好 拜拜 拜拜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配件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谢谢大家 请上快点赞 有点好 感谢观看